能不能讲讲黑马 感觉这个海军会非常有意思 是的 黑马不是一般人 黑马的名字被公布是天正 那天正这个名字 是来自日本一个黑帮片里的一个人物 黑帮片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无人意之战 那演天正这个演员呢 叫小林旭 那赤犬的原型人物 也和小林旭一起演过这个黑帮片 所以说不管是黑马 黑的颜色 马对应十二生肖 以及对应日本已故 老演员的这个设定 黑马都已经符合海军大将的设定了 然后我们之前看到黑马出现的那话 他跟赤犬坐在一起 那个气场还有展现出的身高 虽然是坐着的 但基本上跟赤犬差不多 所以他在身高上 气场上也绝对符合海军大将了 黑马再加上之前已经出场的 大将替补 逃兔 茶屯 三元海军大将替补 其实海军那边已经全部出现了 现在在台上这三大将 马上离开 黑马逃兔 茶屯 马上就可以就位 所以说黑马的出现 基本已经表明 在茶屯和逃兔之后 第三元海军大将替补 已经正式登场 黑马在未来 绝对值得期待 黑马逃兔之后 黑马逃兔之后 黑马逃兔之后